由一名林姓男子 二十年前他以七岁还有四岁的儿子 当连带保证人 向第一银行高雄分行贷款了三千万元获准 后来借款人欠了一千一百八十五万元没有还 他两个儿子兄弟整年之后呢 开始工作 结果被一银发现 月薪每个月就被扣了三分之一 两兄弟不服 他们肃请免还 最后成功了吗 我们带您看看 到银行贷款拿为全年儿子做保 银行同意成功借款 事隔多年父亲欠款未还 银行找上儿子追讨债务 林姓男子借款三千万 当时儿子一个七岁一个四岁做担保人 银行竟然批准 直到两人长大上班领薪水 被追讨剩下债务 每个月扣款三分之一 才发现父亲欠债一千多万没有还 一般来说基本借款保证人必须留下基本资料和工作单位来审核不良记录 有无能力做保 但1995年民法修法后 未成年不能当保证人 林先生当时属于旧利 但银行没有确实查清 整个的银行的作业惯例 有限公司必须要有成体股东来做保 那我们是基于当时的这个规定 才在争取所谓那时候的未成年来做保 兄弟俩落上法院 曾经担任扁案法官的徐千惠认定 两人当时是儿童 根本无法决定自己能不能当担保人 判决胜数免还钱 但银行强调没有输失 一切依照当时法律程序 目前等待相关程序审核结果 将会尊重司法 考虑不再追讨剩下债务 今天新闻许志明吴宜轩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